宝贝 无上无讨厌 今天是我的丢婚宴呢 怕什么 咱们又不是第一次了 李珍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不是 怎么还穿个跑腿服啊你 算了算了 我问你 财力准备好了没有 阿姨 财力我准备好了 一共是三十万 一分都不少 三十万 就想娶我女儿呀 阿姨 什么意思呀 之前不是说好财力三十万的吗 那是之前 现在想娶我女儿 就再加三十万财力 什么 再加三十万 你们怎么不去抢啊 这你都臭送外卖的 你会不会说话呀 再加三十万怎么了 我女儿家门还不吃六十万吗 这点钱都拿不出来 不知道家门看上 你这不是废物什么了 李珍我告诉你 想要娶我姐 今天必须拿出来六十万 要不然赶紧给我滚 你们太过分了 这是你们的意思 还是家门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家门的意思 要么去抽取 要么现在有个混蛋 行 我自己问他去 你这个小妖精啊 人生一少见一天 都慌得很难 你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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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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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嘉文 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 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对得起我吗 宇正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我们只是酗旧 什么都没发生 酗旧 有你们这种酗旧的吗 我如果不进来的话 你们衣服都脱光了吧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你就是不相信我 我问你 你妈说在家三十万财礼 又是怎么回事 要你家你就家 废什么话 我弟也要结婚 财礼也是三十万 你弟的财礼关我什么事呀 他自己没有手脚断了吗 他自己不会赚啊 他是我弟 如果你不管我弟 就别想跟我结婚 财文 这就是和你丁佩那家吗 这也太废物了 区区三十万都拿不出来 他就是个破送外卖的 哪能跟吴上明迷 小队 你不就想到钱吗 那这里有一万块钱 拿了钱赶紧滚 对了 出去记得把门摆上 本少爷 还有事没办完 吵死 小队 你什么你 你还敢还手 真是一天好狗啊 这一巴掌下去 马上就老实了 像你这样子 只能送一辈子的外卖 好 你们给我等着 会让你们后悔的 李正 你问清楚了没有 实在不行 你先把三十万给我 让我先把婚戒 我女生还等着用这钱治病呢 等你再赚三十万 来找我姐也不迟 你女生哪了 看到没有 这可是我姐最漂亮的闺蜜 这小子眼光确实不错 那必须 行了别废话 赶紧把钱给我吧 和你结婚需要三十万彩礼是吧 我是这么说过 只不过 我知道你是急得为了救病 拿着吧 和我结婚 李正 你个臭送外卖的 你什么意思呀 今天可是家门的定狐猎 反而欲情故纵是吧 不可能 今天如果没有六十万彩礼 别想去我女儿 闭嘴 喜欢家彩礼是吧 你们自己过去吧 反正都是三十万 去谁不是去啊 李正你怎么找死啊 她是我女神 我女神 你骗了 你还贼心不死 你真以为若寒能看上 你这个臭送外卖 就是 你一个跑套的废物 也敢和我女神求婚 配吗你 若寒 你愿意吗 我愿意 王家呀 这一次丢脸可丢大了 因此家彩礼还不算 现在搞得新郎官都跟你跑了 真有意思 姐夫娶的弟妹 那姐姐跟弟弟凑一对 徐若寒 你什么意思 你今天来我这儿闹事是吧 是你自己把李正哥推给我的 不过我还要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 我和李正哥哥也不会在一起 你一口一个哥哥的 徐若寒怎么这么不要脸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种人 王家闻 你怎么有脸这样说话的呀 一个订婚当天跟别的男人上床的人 你有资格吗 李正 你个臭送外卖的胡说八道什么 我又没给你领证 我跟胡少上床怎么了 王家闻 从今天开始 你我恩断一句 若寒 我们走 你赶紧滚吧 你个臭送外卖的一个贱人婊子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如寒 谢谢帮我解围啊 李正哥哥不用谢 刚才家闻事件太过分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对了 这个还给你 你收下吧 反正我也用不着了 这个我不能要 你就留着吧 你不是急用钱吗 先拿去应急吧 那 谢谢李正哥哥 这个我先收下了 这个就算我借你的 之后我再还给你 行 不好意思李正哥哥 我还有事 我先失赔了 I don't know how to live without 见过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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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认错人了 大少爷 我叫刘文静 是神肖集团的总裁 找我 我也不认识你们啊 大少爷 您的真实身份 是李氏家族的继承人 当初 你被人贩子拐走了 家主花了二十年时间 终于把您找到 我 真是李氏家族的继承人 是的大少爷 我们这次来 也是奉了家主之命 请您接管 神肖集团董事长一职 神肖集团 精灵最大的金融集团 神肖集团 只不过是 李氏名下资产之一 家主说了 大少爷 如果能管理好神肖集团 以后你家所有的资产 将全权交给大少爷管理 真的假的 你不是在忽悠我吧 我跟你说 我身上可是一分钱都没有 大少爷 这个 是神肖集团的 至尊黑金卡 这张卡 象征着神肖集团 董事长的身份 可以在神肖集团旗下产业 随意消费 您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试一试 大少爷 我这边还有事 您一有时间的话 来神肖集团总部 我们将会为您举办 董事长接任一事 王家文 你给我等着 我说了会让你后悔的 若海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哭了呀 一斤哥哥 我妈病倒了 现在送往医院抢救呢 别急 伯母肯定没事 咱先过去看看情况 走 神肖 我妈病情怎么样了 已经稳定住了 但是情况不容乐观了 必须尽快安排手术 这样 你们先去把医疗费交一下 好 我现在就去 什么 医药费500万 是的 一切的费用都是按照医院的规定 如果你有意义 可以选择不治疗或者是转院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现在一下子 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没钱 没钱很遗憾 终止治疗了 你好 沈主任 沈主任 你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你先帮我妈把手术做了 医药费 我一定给您凑齐 你把医院当什么了 慈善机构 要是所有的患者都像你们一样 拖欠医药费 那我这医院 开它有什么用 沈主任 实在是这笔钱 说你太大了 我拿不出来 我没钱 没钱你们治什么病 要不说 省点钱 准备后事得了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又不是不给钱 这不能宽限几天吗 不是你送外卖的装什么装 你有本事 你给他把医药费给交了去 沈主任 我求求你 求求我妈 把医药费 我一定会给你的 也不是不可以 我有一个备用方案 要不你先回避一下 温静 我们的至尊黑金卡 能在海仓医院使用吗 大少爷 像海仓医院这种小医院 根本不会成为 神肖集团旗下产业 您是有什么事情了 不是我 我的一个朋友 她的母亲生病 医疗费有点高 一次心愿拿不出来 大少爷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收购海仓医院 好 沈主任 我求您帮帮忙救救我妈吧 这毕竟是违反医院规定的事 你不要让我难做 沈主任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 我尽量都满足您 其实 要我帮忙 也不是不行 沈主任 您这是干什么呀 你只要给我一次 一切都好说 我立刻安排人 跟你妈进行手术怎么样 沈主任 请您自撞 我是看你有那么一点姿色 我才特此魄力 你不要给脸 不要脸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停了你妈妈的治疗 不要沈主任 说这个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少废话 自觉点 把衣服脱了 要不然 你妈妈活不过明天 你放心 我的办公室啊 不会有人见 更不会有人打扰我 住手 你要干什么呀 你个臭送外卖的动个动回去 敲门会不会啊 没看见我和他在探讨治疗方案吗 耽搁了治疗实验 你负得起那责任吗 我看你好像不是在谈论治疗的事情 话他不能乱说 告你诽谤啊 李政哥哥 你就别操心了 这件事我自己能处理好 如涵 你别着急 我有办法救我 你个臭送外卖的能有什么办法 我告诉你 这个手术 只有我们海仓医院能做 耽搁了时间 天皇老子来了也没用 李政哥哥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但是我妈明天不做手术 真的来不及了 如涵 你相信我 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让医院帮伯母做手术 真的 好大的口气啊 你当医院生你家了吗 无少怎么过来 院长大人最近可好啊 哎 任主任 我今天呢 正好带我女朋友过来检查检查 听见你们这大吵大闹的 怎么回事 无少 这不他们交不起医药费吧 就在这里 撒脱啊 少流氓 他不会是 您认识的人吧 认识 何止是认识 哎呦 无少 您早说他是您朋友啊 我马上就安排消除 沈沈 你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和臭松外卖作朋友呢 她配吗 哈哈 许若涵 你这个家人也有金钱 之前不是挺狂的吗 怎么 现在连医药费都交不出来了 还来医院闹事 王嘉文 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这个臭松外卖的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你不知道海仓医院的院长 是吴少的父亲吗 是怎么父亲又怎么样 我们又不是不给钱 难道他要拒绝治疗吗 你还真说对了 这海仓医院果就是偏 我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陈主任 这病人啊 咱们医院可千万不能收 就算是给钱也不能收 您放心吴少 我这就安排人把他们请出去 不要 嘉文 吴少 我求求你们了 不要把我妈赶出医院 我向你们道歉 你这个道歉 一点诚意都没有 给我跪下磕头 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还有你这个臭松外卖的 你也赶紧给我跪下磕头 不然的话 我就把他妈丢出去 不要 这不关你这个恶的事 你现在还有心情管别人 看来你真是不顾你妈的死活 哎 臭松外卖的还想接电话 哎 你真到这儿是你家呀 吴迪 我警告你乖乖的把我手机还给我 否则后果自负听到吗 还威胁我 你胆子可真大的呀 好哎 给我按住他 干什么你们 放开我 你不是很狂的吗 敢在医院闹事 信不信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把手机还给我 怎么这么着急接电话 这不会是什么 外卖订单吧 我倒是要看看 这谁那么着急给你打电话 大少爷 海仓医院收购成功 收购海仓医院 我没听错吧 无声 这臭松外卖的在做梦呢 就凭他也想收购咱海仓医院 就他也配 吴迪 我劝你赶紧把手机乖乖的给我 并且向我们道歉 粉丝后果自负你知道吗 后果自负 还敢口出狂言呢 过费了他 老长 不是 你们什么人 擅闯主任办公室 滚出去 我是神肖集团警裁刘文静 海仓医院 已经被我们神肖集团收购了 可否收购证明 不可能 海仓医院是我吴家的产业 怎么可能会被神肖集团收购 自己看 现在信了 还不赶紧放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光天化儿之下 竟敢威胁病人的家属 你们这是在犯法 刘总裁 这是个误会啊 我只是和他们开个玩笑 开玩笑 你这是在犯法 我现在宣布 你被开除了 刘总裁 我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 千万别开除我行吧 不是不是不是 您帮求求请 刘总裁 就算神肖集团收购了海仓医院 但是你也不能无故的开除医治人员吧 不仅是他 你也被开除了 今天要是得不到病人家属的谅解 你们就准备被起诉吧 刘总裁 你竟然为了一个抽送外卖的 竟然要起诉 就算你神肖集团收购了海仓医院 但是也少不了我吴家的帮助吧 区区吴家 也不是让神肖集团重视 还不赶紧道歉 两位 今天是我做错了 我向你们道歉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刚才是谁让我跪下磕头道歉的 你太过分了 威胁我呀 吴迪 看来你死不悔改啊 既然如此 吴家与海仓医院的合作 就到此为止 是是是我的错 对不起 李战 李哥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刚刚好像 不止以一个人微笑吗 李战 你这个臭花腿的什么意思 这闭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会得罪李哥吗 赶紧往对下 给李哥赔礼道歉 吴少明 李战 你先问你 信不信我弄死你 李哥 你看这怎么样 你也别刚看着了 跟着一起跪下 我没答应原谅过你们呀 来人 将这几个败类 给我丢出去 李战 李战 哥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或许是因为他们运气差 正好被逮住了呗 刘总裁 那我妈妈的病 你放心 我马上安排医院手术 谢谢 太谢谢您了 你要写 就写给人吧 我也是受人之托 不会是李战 哥哥吧 大少爷 请 文静啊 老爷子给我的考验是什么呀 大少爷 家主说了 若你想要继承李氏家族的资产 就要娶赵诗亚为妻 赵诗亚啊 对 赵诗亚呀 是赵氏集团赵如海的女儿 赵氏集团呢 是经营数一数二的财团 您若是娶了赵诗亚小姐 必定能使神肖集团更进一步 家主才更放心将资产交给您 大少爷 您先去和诗亚小姐见一面吧 地址在里面 行 诗亚 你真的要跟那个叫李战的结婚呀 听说 他只是个宋外卖的 我爸爸诚明到现在让我嫁给他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可千万别答应了 你要嫁给一个臭宋外卖的 你这辈子可就回了 你们说的是我吗 你好 我叫李战 你就是李战啊 听说你是个宋外卖的 对啊 之前在神肖外卖上班 你还真是个宋外卖的呀 李战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找你结婚啊 你也太有开玩笑了吧 你就这样结婚了 你这 虽然我爸爸要求我给你结婚 但是 我是不会轻易嫁人的 更何况 你现在 只是个宋外卖 其实 我觉得你挺一般的 对我也没什么吸引力 我来呢 也是受别人的要求 你居然不答应 我也不强求 你个臭宋外卖的 你好大的口气啊 我们诗亚 那可是 精灵公认的女神啊 喜欢她的人 都从这里啊 排到了魔族去 你居然说得一般 爱信不信 人我也见过了 任务完成 没事先走了 哎 天天 诗亚 你看这个臭宋外卖的 他怎么这么亲人啊 他 他竟然敢这么说你 我倒是觉得 这个李战 挺有意思的 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你胡说什么呢 天天 我只是觉得 他和一般人不太一样罢了 这阳阳 我这里在屋里的 赶紧开门 不开门我就进去了啊 啊 冬大哥 这么晚了 您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 今天都几号了 还不赶你交分数 房东大哥 您再拖延我几天行吗 我发了工资 马上就交 不可能 你欠两个月分数了 赶紧交 今天交不起 事儿都又不大 王冬大哥 出座呢 这宽欠两天 怎么不成啊 我到底会解决办法 今天晚上你陪我睡一宿 这房租啊 就免了 你觉得我像那样人吗 哎 你别得等矜持 要这样的话 你赶你和我交起房租 不然的话 收拾东西 我滚大 你 为何呢 大晚上他吵什么吵呀 还让不让我人睡觉了 你震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把你肥了 还帮我的事儿 原来是房东大哥 我不知道啊 失敬失敬 你这臭送外卖的 我滚一边的 我还没找你算账 你是今天搬走啊 还是答应我的分 哎 也太过分了 臭送外卖的 别得分进尺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不行你也要交房钱啊 好 我交就我交 多少钱 小大 你交得起吗 给自己的房租还没交吗 你别废话了 多少钱说个数 嘿小子 爪 你要不要加起来 三千块 行 这里是一万 不用找了 多余的算之后房租 别再少了 再少报仇抓你 哈哈 有钱 怎么都好说 我这就走 哎 那个钱 我到时候会还给你的 不然你还准备不还啊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以为你挺要诱惑我 哎 你就是这样报答自己的恩人是吧 谁让你偷看 我又没偷看 我是光明正大好吗 你说人 没事 有事没了 没事我回去睡了 哎哎哎 我加你个微信吧 我到时候把你签抓给你 哎行 你赶紧扫吧 困索 老板说什么事了 哦 这个女生叫陈小小啊 还是个女主播啊 感谢 寂寞是多么无敌送的一发火箭 感谢感谢 这位大哥啊 我这是听歌直播间 是不露腿的 谢谢寂寞是多么无敌送的十发火箭 感谢感谢 这位大哥 都说不露了 你要想看腿 可以去别的女主播的直播间 我都说了 我这是为了兴趣爱好才直播的 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唱个歌 不像你说的那样 谢谢精灵无业祖送的一封航空母鸡 谢谢谢谢 卧槽 手滑了 一万块没了 神肖集团的至尊黑金卡 消费额度无限制 那我不是想刷多少就刷多少 感谢寂寞是多么无敌送的三十发火箭 谢谢 感谢金灵无业祖送的四十艘航空母鸡 谢谢谢谢谢谢 你 妈的 不管你这个王八蛋是谁 老子一定要顺着网线把你的耗出来 那个陈小小 老子一定要把你的拿下 是 记上 有事吗 李震快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走 这大晚上的什么事啊 你不是想 你不是想 站住我吧 想什么呢 我只是出来喊你吃面条 小野 正好我肚子饿了 你可别想多了 我今天啊 只是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然后我的朋友不在身边 所以我就喊你出来分享啊 好的事情 你看微信 你转过来了 我今天直播的时候 有一个大脑给我刷了好多好多礼物 然后我就把房租的钱挣回来了 你那个直播我看 是叫精灵无业祖是吧 对对对 就是他 这个大哥 不仅有正义 还有钱 我要是以后能见到他 会得好好地感谢感谢他 确实啊 我也觉得那个精灵无业祖特别有正义 而且我觉得他肯定本人跟他网名一样帅 哎 我总觉得那个人有点熟悉 跟你还挺像 你都喜欢建玉游的 他也不会就是你 怎么可能呢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刷呀 也对哦 房租这点钱都让我还 你肯定不是什么大哥 哎 我有个事想正义帮忙 什么忙呀 你能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吗 一起住 什么意思啊 还不是因为那个寂寞是多么无敌 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我的联系方式 让我要签到他那个传媒公司 如果我不签 他就找我麻烦 还有这种事啊 所以 我想让你跟我住在一起 帮我挡一挡 拿我当挡箭牌 我有什么好处吗 你放心啊 我不会白住的 我会按时交房租 每天下面给你吃 下面给我吃 好不好嘛 好 大少爷 您来了 您的脸怎么了 哦 没什么 文静啊 我还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呢 大少爷 我这儿有一份文件 是收购寂寞传媒公司的协议 您必须去完成这份收购计划 可以 我现在就去 昨晚那个叫金灵鱼燕主的王八蛋找到了吗 还有那个叫陈萧萧萧的臭女人 答应签约了吗 金灵鱼燕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但还需要点时间 哦 还有陈萧萧 他拒绝了 什么 意思就是说没办妥了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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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废物 让你们干嘛吃呢 金小刚 你是干什么呢 爸 我调教首相 调教首相 你不知道今天神肖集团的董事长要来公司 还合作吗 告诉你小刚 我可提醒你 别在这个当块给我闹什么幺额子 你记住了 这件事情事关重要 我记得咱们寂寞传媒的生死所长 只有和神肖集团合作 咱们寂寞传媒才能做大做假 否则呀 就等着关门倒闭吧 行呐 爸 我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 那就给我老实点 先出去 给这碍事 别咱们跟着老子 你咱们瞎呀 撞老子 明明是你撞的我 恶人相告撞是吧 还咱们丁嘴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还你是谁 打他 小哥你挺猛啊 你居然他妈敢打老子 你知道这家公司是老子的吗 季小刚你怎么回事 怎么又在这闹事啊 爸你误会我了 这个王八蛋来公司闹事 还他妈打我 啊 有这事 行 这种没用的东西 随便你再丢出去就行了 别耽误咱们的大事 给我拿根棒子 我把他腿消瘦 再给他扔出去 住手 谁呀 你要敢拦着 连你一起打 你还什么样打谁呀 这位是神肖集团的刘总 季平 你好大的胆子呀 怎么连我也想打 不不不 误会 全都是误会 让他这个不长眼的家伙 在这闹事 我正准备找人给他轰出去 不长眼的家伙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我是神肖集团董事长的助理 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 没错 他就是我们神肖集团董事长的助理 你连我们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都敢打 看样子是不想跟我们神肖集团合作 既然如此 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而且我们还要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是真是不知道这个李先生的身份 意思就是说 如果换成其他人就可以随便打 是吧 不不不 不是这样 李先生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没飞坐台了 你个逆子 还要赶紧过下来 给李先生 给李道歉 好好好 李先生 我有眼无助 我有眼不失太殇 我求你原谅我 李先生 我们错了 我们真的错了 我们愿意赔偿行吗 千万别终止咱们的合作呀 好了 看在你们认错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 就不跟你们记下 至于这个合同的问题 我明白 李先生 为了表达我们的歉意 在原有的基础上 我们再让出10%的股份 作为对您的赔偿 您看行吗 行 就按你说的办 后续的事情啊 你们跟刘总裁对接了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您慢走 喂 大少爷 刚忘记和您说了 我们神肖集团呀 和今年其他财团 正在今年酒店 联合举办拍卖会 您若是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有什么好东西吗 当然 这次拍卖会的拍卖品啊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奇珍异宝 大少爷 若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意进拍 行 我去看一眼啊 谢谢 乙震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了 是啊 你忘了 他是个送外卖的 可能是客人订餐 都过来取餐的吧 是啊 你怎么跟一个臭外卖 走去 这不是苏氏集团 苏强 苏少吗 你也来参加拍卖会啊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不知道这种高等的地方 送外卖不能去 苏少 他还等着客人来取餐呢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这个送外卖的 赶紧 给我麻溜的滚蛋 别在这儿办事 怎么着 你还想逃啊 你信不信 我可以让你 分分的躺地上 别说了 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你们进去吧 先生 邀请函 邀请函 不会真有人 连邀请函都没有 就参加拍卖会吧 不安 把这个臭外卖 给我盯死了 千万别让他 鱼龙混杂的 给我混进去了 是 这个送外卖的 这个呆着吗 文青怎么回事 需要邀请函的 大少爷 不好意思 您刚才电话呀 过来的太快 我还没来着 恒林说 我立刻让人 送邀请函过来 行 哎 李先生 刘董财让我 送邀请函来了 辛苦你啊 还跑一趟 哎呀 不用客气 这次我应该做的 哎 你还不赶快上看 谁呀 谁呀 听说今天拍卖会 会拍卖沙漠皇室的真传之宝 沙漠之宜 我一定把它拍下来 送给你 苏少 你怎么知道 世雅就喜欢沙漠之宜呢 世雅喜欢的东西 我早就记得心里了 怎么可能会忘 多谢苏少的好意 不过 我喜欢的东西 我自己会买 接下来 拍卖沙漠皇室 珍藏项链 沙漠之宜 相信 大家对它的价值 已经非常了解 我就不多说了 开始拍卖 起拍价 一百万 每次加价 最少十万 一百五十万 二百四十七号嘉宾 直接加价五十万 看来是非常喜欢 我们的沙漠之意 如今价位已达一百五十万 还有出债的嘉宾吗 两百万 三百万 王总 人家真的很喜欢这条项链 你就帮人家买下来嘛 什么破坏链啊 能值三百万 王总 人家喜欢吗 你若帮我买下了 晚上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 真的 嗯 好好好 买买 四百万 四百万 四百三十八号嘉宾 出下四百万 这人怎么这样 是啊 又不算了吧 四百万买条项链 也太不知道了 可是 我真的很喜欢 五百万 这个沙漠之意 我苏强要了 希望大家呢 希望大家呢 给我苏强一个面子 也给苏氏集团一个面子 谁啊 你喜欢的东西 我永远都会买过来送给你 五百一十万 八百八十八号嘉宾出价 五百一十万 谁啊 谁啊 你他妈活腻了 跟我玩是吧 六百万 六百一十万 你谁啊 你有病吧 这位贵宾请您坐下 不要扰乱拍卖会的秩序 不然我只能让保安请您出去了 八百 一千万 八百八十八号嘉宾 出价一千万 还有出价的嘉宾吗 一千万一次 一千万两次 一千万三次 恭喜八百八十八号嘉宾 拍中沙漠之意 施牙 本来今天这个 这个 我钱带少了 我是真的可以买给你了 施牙 你难道不想知道 那名沙漠之意 到底被谁拍走了吗 我们去看看吧 说不定 他能转让给你呢 好 那咱们就去看看 走 文静 你听说过苏强这个人没有 大少爷 苏强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 他怎么了 他嘴巴太臭了 有没有办法制止他 大少爷 苏氏集团在我们神肖集团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我这就安排冻结苏氏集团的资金 好 你个出送外卖的还没走啊 你也不怕你跟单超时了呀 哎呀 你连邀请盒都没有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啊 苏氏 这李宝安也真行啊 连个出送外卖的都看不住 李正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这里能干什么呀 拿我买的进拍品 进拍品 你一个出送外卖的 你哪来的钱啊 田田 我也不能这么说 他呀 他这个顺分 买点这个拍卖会上留拍的这个垃圾啊 还是可以的 李正 你要是没有邀请函的话 就赶紧走吧 要不然被他们发现了 你是偷偷溜进来的 会被抓起来的 对呀 你一个出送外卖的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别逼我 让保安把你撵走 最近的888号贵宾 您购买的山沐之音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付下款 你搞错了吧 他一个出送外卖的 怎么可能买得起山沐之音啊 就是 他连邀请函都没有 他都没有竞拍资格的 不好意思 这个先生出示的邀请函确实是888号贵宾 什么 他真的是888号贵宾 我知道了 刚才888号得罪了我 他一定是害怕 把他的邀请函扔掉了 碰巧让这个臭送外卖的捡到了 啊 你个臭送外卖的 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你不仅偷偷捡人家的邀请函 你连人家的竞拍屏都相抢了 没事 竞拍只是拍下没有付钱 他拿不走的 不过 拍下不付钱可是要犯法的 我倒是要看看 这个臭送外卖能不能交出来一千万 你这 你怎么这么能成能呢 谁说我付不起啊 刷卡 这送外卖的还装起来了 他有那么多钱吗 就他现在送外卖的公司 付起这一千万 得赚个几百年吧 看着吧 这个送外卖的呀 死定了 他敢乱一静拍 扰乱拍卖房秩序 肯定要被送去警察局的 最近的黑金卡用户 我马上给你办理 什么 他是黑卡用户 他一个臭送外卖的 他是黑金卡的用户 苏少 什么是黑金卡 黑金卡 是我们金灵最顶尖的集团领导 才能办理的东西 就连我们苏氏集团都办理不下来 他一个臭送外卖的 他能有黑金卡 难道 他这个卡也是捡来的 肯定是 不过 他就算光有黑金卡 没有密码 也没有用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怎么能把这个钱付 我要是付了 我把这个桌子吃了 最近的黑金卡用户 你已经付款成功了 这是你建盘的东西 现在转交给你 苏少 你不是说他付不成密码吗 这一定是 这一定是哪里出的问题 钱我已经付款成功了 你是要现在把这个桌子 吃掉了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你不要太过分 刚刚这个是你说的 玩不起啊 好 我吃 现在就吃 四先生 我们这张桌子呢 可是黄黄黎的 收下三百万 若是您真的要吃的话 需要这点赔偿 你跟我开玩笑了吧 这一张破桌子要三百万 我今天暂时先不吃了 玩不起别玩 浪费时间 你 哎 哎 你 啊 四先生 您还有几件金牌品没有付款呢 我就几十万的事吗 催什么呀 哦 四先生 您这张卡里边余额不足 不可能 我这张卡里有几百万 也非余额不足 四先生 您不是在耍我吧 你等一下啊 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 我这张卡里 真的 都有钱 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 突然就刷不了 就没有钱了 四先生 若是您交不出金牌款的话 那我们只好把您送到金牌局了 告您 恶意骚扰金牌会的秩序 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好吧 什么 苏氏集团的资金 被冻结了 黎正 等一下 怎么了 你手上的沙漠之意 能不能让给我 想要不会自己拍啊 我暂时没那么多钱 不过你放心 等我资金到位了 我立刻就还给你 你怎么这样啊 你不是想跟施雅结婚吗 不用卖给他 你直接送给他 好吧 你脑子没病吧 谁说我买的是为了给他的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李震 你 施雅 你看这个匆匆外卖的 这样自己有点像了不起啊 一点都不动了 一小西纹 我倒是觉得 这个李震挺有趣的 这个匆匆外卖的有什么趣啊 我看他就是重重的爆发户心态 哪有人家苏少好呀 人家苏少有钱 又长得帅 不比这个臭层外卖的强多了 你说苏强 嗯 我觉得他还不如李震呢 别别 这就是个路 我跟你说 我真的不是没有钱 对 别别别 我真不是没有钱 只是一笔一半 天天 这就是你苦中 帅气了多金的缩少 浩怎么登陆不上去了 我记得我没有退出登陆啊 李震 你过来 我有事要找你 李震 你看什么呀 没什么 你叫我什么事啊 之前那个大哥又给我刷礼物了 清零吴彦祖 对呀 好奇怪啊 他之前对我爱搭不理的 但是今天竟然通过了我的好友天家 还要约我晚上吃饭 怎么办呀 我明天要穿什么呀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 别去 我看他是图谋不轨 怎么可能 他之前还向我解围 我正想感谢感谢他 总之你不可以去知道吗 你是不是管了点太多了 去不去是我的自由 那我和你一起去 你跟我一起去 我蹭饭总行了吧 之前是谁说每天给我下面吃的 你出去吃饭呢 我吃什么呀 行吧 但是 你不准多说话 小小 小小 这位是 这位是跟我合租的室友 叫李震 李震 这就是帮我特别大忙的那个大哥 叫 金饼 吴燕子 什么大哥不大哥的 叫我林凯就好 小小 你这位室友好像有点不太欢迎我呀 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是过来蹭饭的 这个哥们叫李震是吧 请问在哪高旧啊 神宵外卖 神宵外卖 你不是送外卖的吗 送外卖的走 那倒没什么 不过我认识你们神宵外卖的王经理 有机会我让他照顾着我 用不着 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李震 人也是好意 真是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可不可以对我有点撑架 你想多了 哎 小小 上个词 嗯 你了 小小 你这是有 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啊 怎么可能 我俩只是是有 这个不一定啊 你啊 要小心一点 哪个宝宝族子叫精灵吴彦祖啊 这老子顿出来 你们找我干嘛 你他妈叫精灵吴彦祖啊 长得像窝瓜似的也配叫吴彦祖 你他妈谁啊 拼了大王 记住了 老子是机灵吴彦祖啊 老子是寂寞多么无敌你记忆 什么档次啊 也配跟老子斗 张死你信不信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装 信不信信你两个人泪骨你就不装了 打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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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老子呆着 老子打完他再单独给你闹 你们 犯贱是吗 信不信老子打女人 你干什么 竞竞打女人 干什么 你他妈 我问你要对我的舍友干什么 那样吗 李哥 我误会 我现在就把他放了 哎 我没说这个是我舍友 哥 你没认错人了 我不是经理文案组 你刚才不亲口承认了吗 我真不是 那号是我盗来的 打号高 那更得打你 更得打你 李志 你快去帮忙吧 他不还在打吗 我怎么帮他呀 那么多人我又打不过 再说 谁知道他得罪谁了呀 你 别跑了 行了 别打了 小子你记住了 老子以后见你事 打你事 滚 小小姐 咱们之前有误会 请你原谅我 啊 小小姐 我以后保证不再网上嘴臭了 我向你道歉 我原谅你了 走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谁知道呢 我没事就行啊 怎么没事 林凯兵做得这么惨 他可是救了我的大哥呀 我得去看看他 哎 你没听他说吗 他不是精灵无怨组 那个号是他到的 我不相信 他也许是骗他们的 他不是 你是 你是 喂 你在哪 你没事吧 我今天过去找你 小小 我在酒店休息呢 你过来吧 我把位置发给你 陈小小 我看你怎么 掏出我的手掌心 离开 你干嘛 小小 你就从了我吧 不然这顿打我不败了吗 你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真的不是精灵无怨组吧 这不过是我到的号 我这么看来那小子是真喜欢你啊 账号上就收藏了你一个 不过很可惜你马上就随我了 李正 你终于来了 小小别怕 有我在 喂小刚 那小子在酒店 李哥你放心 谁他妈敢害嫂子 我立马带人过去干他 走 小小 别怕 我们已经回家了 是我错怪你了 我没有想到林凯 真的是个坏人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今天多亏了有你在 谢谢你 哎 你明天有时间吗 可以陪我逛街吗 好啊 家文 我上去把彩礼拿回来钱呢 都怪李正的一个臭送外卖 要不是他 吴少也不会不要我 我不管啊 你三天内 必须把钱给我带 妈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这么短的时间 我去哪弄那么多钱 家文 你不知道 家好搞投资 被人给骗了 还损了五百万 对啊 姐 你一定要帮我呀 他们说三天之内不还钱 就把我的手给剁了 五百万 我去哪弄这么多钱 你不是有无敌吗 你们好了那么久 找他借个五百万 应该不难吧 如果是以前还没有问题 现在吴家被生肖集团封杀 基金破产 他不可能借我的 都怪李正那个臭送外卖的 还有徐若涵那个贱人 真是两个害人镜 不是吧 那家文不是死定了吗 姐也用不着五百万 他们说可以先还六十万 剩下的以后再说 别说六十万了 我现在连六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姐你不能不管我呀 我可是你亲弟弟 血挪于水呀 姐 家文 要不然你再去求求李正 你们俩在一起三年 感情还是有的 说不定他愿意出六十万 娶你呢 妈我不想去 不想去不想去 难不成你真的要看着你弟弟的手背剁了吗 再说了 我让你去找李正 也不是真的让你跟他结婚 你搞到六十万回来 你不是想甩就把他甩什么 那我去问问 喂 若涵 李正哥哥 我妈妈现在病情康复了 已经出院了 真的呀 那太好了 李正哥哥 为了感谢您帮忙 我请您吃饭吧 你不用这么客气 再说上次的事情 我还没信你的 要的要的 这一码归一码 你一定要过来 行 那我马上到 喂 文静啊 你那有没有多余的车借我用用啊 我老出去骑电动车有点方便 大少爷 有的 我这就让人给您送过来 哎 好 谢谢啊 我只是要个代步工具 直接送我这个 也太高调了 李正哥哥 哎 若涵 来了 李正哥哥 这是之前你借我的三十万还给你 你先留着 我现在又用不着 况且帮我们的病刚好 后续的治疗与养护都是花钱的地 那好吧 那我请你吃饭吧 行啊 不过我要告诉你啊 我的胃口特别大 小心要吃空你的钱包了 走 李正 你在这干什么 李正 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干什么关你什么事 你这个臭松外卖的 离别人的豪车远一点 刮坏了 你赔得起吗 家文 你说话注意一点 你这个贱人爷在这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没时间搭理你 好你个李正 咱们他分手没几天 你这有一星别练了 没话说是吧 我们走 等一下 我想给你复合 复合 汪家文 汪家文 你脑子没事吧 你什么意思 我都主动来跟你复合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汪家文 你忘了怎么对我的了是吧 彩礼加倍也算了 你还给我戴绿帽呢 现在跑过来给我复合 你哪来的脸啊你 你 你个臭松外卖的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来主动找你复合 是给你面子 你别得孙进尺 你以为别人都能看你这种穷逼 穷逼是吧 那你别来找我了 我 这是你的车 对啊 你什么时候买的车 我怎么不知道 我买车还得跟你说一声的车 不是不是 我今天主要是来 想完成咱们的工 怎么 现在又不嫌我穷了呀 早干嘛去了 怎么 现在又不嫌我穷了呀 早干嘛去了 你真爱开玩笑 我什么时候嫌过你穷了 我记得订婚那天 你好像不是这样说的 李正 我知道 还是爱我的是吗 我是因为爱你 才会跟你结婚的 李正 你看咱俩在一起三年了 你对我的好 我一直记在心里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保证不会再犯了 真的 真的 我和吴少只是玩玩 我爽完之后就让他走了 他让我亲他我都没亲他 你相信我 我只爱你 方家文 你这说的是人话吧 李正 咱们重新结婚好不好 彩礼还是六十八 彩礼一到 咱们就结婚 好啊 好你大爷 方家文 我原来觉得你是不要脸 没想到你这么无耻啊 就你这种货色 还溜什么 想屁吃去吧 白给我都不要 李正 你什么意思 你敢耍我 我什么意思 我意思还不明显吗 好啊 方家文 我再重述一遍 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纠缠了 明白吗 是不是因为这个贱人 虚弱啊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跟我抢男人 看我不打死你 你干什么 家文 明明是你自己做的 对不起李正 这么多的事 为什么要怪我啊 你这个贱人 给我闭嘴 都是因为你李正 才不要我的 你就是破坏 我们家庭的凶手 你这个坏 够了 方家文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熬你的五少岁 诺涵 我们走 李正哥哥 我真的是破坏 别人家庭的坏女人吗 若涵 你不要听他瞎说 王家文就是一个疯婆子 可是 确实是因为我 你们才分手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他自己的问题 他根本就是一个 不守负荡的女人 再说 要不是你的话 前几天我不知道 被他们一家人 嘲讽成什么样子 真的吗 真的呀 行了 别哭了 不要被那些不相干的人 破坏了好心情 李正哥哥 谢谢你 李正哥哥 和你在一起 我很开心 我先走了 哦 喂 出什么事了 等我马上回去 小小小 出手 你这不想 不让我出去 不好意思 我马上出去 马上出去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干啥呀 你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干啥呀 你忘了 你要陪我逛街的 我本来还想 你看一下 我买的新 你看 看到了 就 很不错 你说什么 哦 没什么 走吧 逛街去 走 神像珠宝店 这可是建议最大的珠宝店 李正我们进去看看吧 你要买钻戒呀 你真是个沐浴脑袋 我买就不能看看呀 哪个女生想拥有一颗 自己的钻戒呀 行 那去看看呗 欢迎光临 你好 可以把这个钻戒拿给我看一下吗 这位女士真有眼光 这枚戒指是我们的最新款 售价较六百 听我说 这么贵呀 买不起就不要乱碰 碰脏了你们赔得起啊 你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信不信我投诉你 你们经理呢 我们经理在忙 没有时间搭理 谁呀 那么大胆子 敢在神肖书宝店闹事儿 呦 这也不是大胆子 神肖小子啊 怎么又换新拼头了 速度怪败的 周建超 怎么都鬼呀 阴魂不散 好歹我也是你前男友啊 关心关心你怎么 神肖小 你被我甩了之后 品味可变差 这种货色 你也能看得上 怎么买不起钻戒 可没闹事儿 呦 我以为是谁呢 那不是李正吗 你不是在送外卖吗 那 你认识 周上 他可做我的大学同学 算来混得差 毕业之后啊 又一直在送外卖 前两天听说他订婚 还因为没有彩礼钱被赶了出来 原来是个臭臭外卖的 嘿 这也太废物了 连彩礼钱都拿不出来 还有脸结婚 陈瑶瑶 你可真不挑食啊 这种废物你也能看得上 周建超 你够了 你够了 哼 怎么 废物还不能说啊 这废物刚才还是很要买钻戒呢 连彩礼钱都拿不出来 还买钻戒 我看是来偷东西了吧 再说 神箫书宝殿的钻戒 一美就逼上彩礼钱 别听他们说我们走 哎 晓晓 等一下 我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 你个臭送外卖的 不会要去借钱买钻戒吧 借钱 来得及吗 服务员 刚才他们看了哪枚戒指啊 这位先生是这一款 我要 收卡 最近的金卡用户 马上为您办 我们也没说不要啊 你怎么能卖给他呀 人家是金卡会员 享受优先服务 况且 你们这买得起 你们怎么能这样 哪有这样做生意的 陈小小 看见了 这个才叫实力 看见找个臭送外卖 买个钻戒还得借钱 哼 真是个废物 李震 你连六十万的彩礼钱都拿不出来 还想买钻戒 你配吗 谁说我买不起啊 你刚刚说金卡用户享受优先服务 那我这张至尊黑金卡呢 这位先生 这是什么卡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也用不了呀 哎呦 孝子 我还以为这个臭送外卖的 说牛逼呢 原来是装逼呀 李震 你可真是越来越飘了 什么外卖卡门禁卡你也敢拿出来 秀业 把你经理叫出来看一看这是什么东西 叫出来又怎么样 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 呦 原来是世贸金融的周经理 今天怎么有空来小天坐一坐 黄经理 我今天恰好路过 就看见这个臭送外卖的 把你们的金卡贬低的是一文不值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经理 这位先生取出了一张至尊黑金卡 那我看看 说要想出最高的代理 你这小子 竟敢伪造我们神乡集团的至尊黑金卡 伪造 你凭什么说我伪造啊 黄经理 什么回事 周经理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张至尊黑金卡确实有 但是只有我们所在最少 他完全就是伪造我们的 你想 臭送外卖挺能装啊 差点被你忽悠了 喂 什么 刘总裁要亲自过来的市场 好好好 哎 好 我马上安排 小子 你要实相的就赶紧滚 我们刘总裁一位马上就到 要是发现这张卡是假的 马上把你送来拿出去 总裁来又怎么样 我深圳不怕影子歪 行行 你又走 一会儿让你死还好看 总裁 我们让你先走吧 放心 水分寸 水分寸 刘总大甲光临 铿蜜奢配啊 无需多礼 我今天想去过来视察一下吃 刘总 您有所不知 刚才店里啊 有人在闹我吃了呢 金融真要吃 对 来刘总 刘总裁 您还记得我 我是世贸金融小舟 咱们之前见过面 嗯 刘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总 是这样的 就我刚才这脚子 买过去转件不说 拿着脚敢来诈骗 刘总 他就是个臭丧外卖 我建议 直经扭送派出所 岂有此理 小子 还不赶紧给我们刘总 不能赔罪 小心 我直接把你做到检查局 嗯 刘总 您是不是打错人了 黄大夫 您也是神嚣局团的老人了 连指针黑金卡都不认 还敢说这是假卡 我看你这个经验 是做到头了 什么刘总 这是真的这段黑金卡 刘总 您是不是搞错 他就是个臭丧外卖呢 黄大夫 你在神嚣局团这么多年 是针黑金卡的意义 知道是什么吗 去财务结算你工资吧 我狗远看人低 我永远不是泰山 我求求你 千万别开除我呀 我还有事 这事跟我没关系 我先走了 哎 等一下 刘总 您还有事吗 我现在收回你神嚣集团 白金会员卡的使用权限 对不起 终身禁止你进入神嚣集团 旗下诊 刘总裁 这误会 这 这都是误会呀 此外 神嚣集团与世贸金融的合作 到此为止 刘总裁 世贸金融跟神嚣集团 向来合作关系 互利共赢 你今天因为一个臭送外卖 解除两家公司的合作 这 这值得吗 臭送外卖的 你还是回家了解了解 至尊黑金卡 意味着什么吧 送客 大 李先生 是我们管理不中 戴曼了您 请您见谅 无妨 事情解决了就好 还不快把李先生买的东西拿过来 李正 你真的是陈销集团的董事长 李正 你真的是陈销集团的董事长啊 怎么可能啊 这个卡就是我一个长辈给我的 你的戒指 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你开心就好 我太开心 你等等我呀 我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是个送外卖的 宋宋宋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李正他只是个孤儿又没什么背景 他毕业之后可一直都在送外卖 啊 我知道了 他那张卡一定是捡的 要不然 他那个穷屌丝 怎么可能一下变成神骚集团的董事长 妈 这下亏大了 都怪这小子 害了我们集团损失了几十个亿 这个仇 我必须要报 家伙 李正那边怎么回事 你是说李正当穷 他还开上了兵力 那你怎么不找他复合呀 你以为我不想找他复合吗 但现在根本就不想理我 姐都怪你当初乱家彩礼 要不然李正早就成我姐夫了 我家彩礼是为了谁 还不因为你这个废物当初 说要结婚 现在 彩礼要到 我对象已经跟别人跑了 明明是你不守复道 订婚那天和别的男人乱搞 都给我变嘴 看来李正这条路是行不通了 只能再去求求吴迪了 哎 家伟 你不行你再去求求吴迪 我不是说了吗 吴迪是不可能接钱给我的 哎呦 你再去求求吴迪 保不及你你们俩这个关系 还有希望呢 实在不行 你就去吴迪那些业总会上班 妈 你说的是人话吗 谁知道叶总会那些女的都是出去卖的 你居然让我去上班 那难不成开给你自己去死吗 我现在就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然去求李正 拿六十万才也来娶你 要不然就去吴迪那上班 要不然就滚出去 这个家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拦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吴迪少女朋友 你 你 你今天家人敢打我 我今天就好好教教你 什么是规矩 行了 让他滚过来吧 你说 说说 找我有什么事 我求求您 您借我点钱吧 借钱 你还有脸找我借钱 要不是因为你 我追婚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吴少 我求您了 我就借六十万 借钱 不是个行 你只需要 只要你乖乖听话 别说借钱 我看可以给你更多的东西 好 我答应你 我最近火气有点大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王嘉文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 顺消一刻值千金 我给你个机会 好好把握 王嘉文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我对你已经没有感觉了 真的不喜欢了吗 我记得以前 你可是最喜欢我了 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贪烂肉 我只有恶心 李正能够站住 你这个臭跑腿的 给脸不要脸 这是你自己找的 抢牙 李正 你他妈的周围 让我逮住你了吧 你说你个臭松外卖的 怎么那么狂啊 现在怎么跟个死口一样趴着呢 他竟敢陷害我 李正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给脸不要脸的 你们想怎么样 怎么样 听说你小子挺有钱的呀 这样 立马给我转十个一 说不定老子心情一好啊 还能放了你一马 十个一 你胃口挺大呀你 少他妈废话 今天你要不赚钱 老子就到警察局告你强奸 好 好 你先让他松开 我打个电话 进来 属于他们赶在老子的酒店闹事 活腻来了 记者 是我 吴迪 咱们一块喝过酒了 原来是你 吴家不是已经破产了吗 你怎么还有心思在我这里爽呢 记者 我这有点私事要处理 那个您多担担担担担 射程之后 定人少了你们好处啊 好处 好处你大爷 你他妈进来改西安神嚣集团 董事长助理 打他 记者 您是不是搞错了 那嫂子他就是个送外卖啊 他怎么可能是神嚣集团的董事长助理呢 是啊 我和他在一起三年 从来没听说过他是什么神嚣集团董事长的助理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说的没错 李正正是我们神嚣集团董事长助理 吴迪 你真是贼心不死啊 竟敢陷害我们董事长助理 杰哥 把他们都给我送到警察局去 是 刘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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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知道他是神嚣集团董事长助理啊 求求你饶了我 我保证 我保证我再也不敢了 陷害的人又不是我 向我求什么 晦气 李哥 李哥 我我我我错了我该死 出去你原谅我好不好 出去你原谅我 你这样你听我说 不是我 都是吴迪 都是他策划 文贾文 都这时候你还得到大牙呢 都给我闭嘴 他们俩 蛇属一国 有如此下场也是咎由自取 把他们都带走 带走 C哥 您真料事如神啊 早就料定这两个货会对你不利 提早就做好计划 大少爷 您还是小心一点 我会联系酒店负责人 随时注意您的安全 好 我知道了 这该死的送外卖的 他今天让我在赵世雅面前丢了大脸 俗上 那个该死的偷送外卖的 一看他就是个爆发火 一点都没有见过大市面的样子 他哪能不明笔呢 天天 帮我一个忙吧 帮我把赵世雅约出来 我想给他 下点药 啊 别担心 我想给他下点春药 我要抢上的 这样赵世集团 就是我的了 那我的苏世集团 就能成为金灵 最顶尖的集团行李 可是 这样不太好吧 哎呦 天天 你就帮我给他喝吧 啊 这也是为了我们以后幸福的生活啊 好 我答应你 但是你记得 以后飞黄腾达了 可不能忘了我 你放心吧 当我成功掌控赵世集团 再一脚踹给赵世雅 然后再跟你结婚 这样 你就是赵世集团 和苏世集团少奶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什么时候骗了你 苏世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 我还有你更喜欢的东西吗 苏世 你温柔一点 喂 天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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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晚上陪我去参加 苏世集团举办的宴会吧 苏强举办的宴会 我不去 诶 诶 我求求你了 你就陪我去嘛 除了苏少之外 还有好多人也会去的 那好吧 诶 诶 你对我太好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今天晚上 不见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喂 喂 你好 找谁啊 我 赵世雅 赵世雅啊 你跟我打电话干嘛呀 沙漠之意的事情就别想了 啊 除非钱到位 不然不可能给你们 李正 你不要那么小气嘛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的 我今天要打电话给你 是想问你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晚上 晚上我可没空啊 晚上我得送外卖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 我想邀请你 晚上和我一起参加一个宴会 你的宴会我去干嘛呀 我 你 你不是说想要跟我结婚吗 那自然是要先见见我的朋友啊 行 那我去 好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好 哎呦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怎么也配来这里 你管得着吗 有人请我在这吃饭 吃饭 你这个臭送外卖的 也配来这里吃饭吗 你有什么脸和我说话呀 桌子吃了吗 李正 你个臭送外卖的 怎么哪户不开提哪户啊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你瞎了呀 这么大字看不见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 这可是全精明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只有像书少这样位高权重的人 才有资格来这里吃饭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 你有什么资格跟苏少平起去做呀 这儿是谁家开的 这个呀 可是神肖集团 其下的产业 你一个土豹子 知道吗 神肖集团呀 可是精明数一数二的台团 神肖集团 知道了 我们赶紧滚 别在这儿丢人陷阱 你们不要再说了 李正是我邀请过来的 施雅 人家是出售邀请我们来的 你怎么把这儿 冲送外卖的叫过来的 田田 你总是叫人家冲送外卖的 这样很不礼貌 李正是我的朋友 你们俩之前有过节 今天正好可以好好和解一下 你们俩之前有过节 今天正好可以好好和解一下 可是我标箱都已经定好了 而且做不下多余的人 还有一个臭送外卖 也不配跟我一起吃饭 你如果再对我的朋友 这么不尊重 那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好的 好了好了 大家少说两句吧 不就是加个座位的事情吗 咱们走吧 我是说多加一个为什么 是啊 深辉酒店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你看现在这个点不可能更换了 再加上我们这个包房啊 桌子太小了 再加上一把椅子 大家可以起啊 是不是 那李正怎么办 她 站着 蹲着 实在不行 角落里的 随便吃嘛 是吧 她都做外卖这么久了 早都适应了 就是 苏强 你实在是太过程了 李正 我们走 施雅 你别分气嘛 我们再商量商量 看看有没有大家的包厢 是谁要离时调换包厢啊 不知道这里的包厢需要提前预定吗 记者 您怎么在这啊 原来是苏强啊 这里现在归我管 总部让我来当经理 真是太好了 记者 我这正好要换个包厢啊 您看 因为我虽然认识 但是我不可能为了你违反酒店的规定 你懂的 我懂我懂 但是啊 今天完全是因为这个臭送外卖 哎呀 您看您要不痛一下 但是要是不行的话 咱也不勉强啊 不勉强 调换包厢是吧 可以 咱们都是兄弟嘛 我现在让人把天字一号房间打扫干净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哎 感谢记者 感谢 感谢 书少 您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能让记者为您破例 而且开的还是天字一号房 那可是只有大领导才能开的包厢啊 哎呀 书少的面子就是大 你就凭我跟季少的关系 这都算什么事 这都不算是事 当然了 我可不像某个人 只会躲在女人的身后 屁都不敢放 大家都坐吧 啊 施衍啊 我们之前 一定有一些误会 今天呢 我进入悲剧 那何调 我们呢 就还是朋友 施衍啊 你就喝了吧 俗少都这么诚恳的道歉了 嗯 哎 李震兄弟 之前呢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哎 喝了这杯 我妈就当没事发生过 谁说你是兄弟啊 桌子吃了吗 玩都玩不起 也配合我称兄道弟 李震 你怎么又提谁了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失去 苏少好心邀请你 甚至因为你一个人 把整个包厢都给盖了 你不知道我敢了你就算了 竟然还在这儿诋毁苏少 我是施衍要邀请来的 关了苏强什么事啊 你们俩关系好 要和你们合并 你是哪 我上了厕所 你走错了 这是哪厕所 我当然知道这是男厕所了 可是人家 谁在是想见你呢 何甜甜 你有病吧 脑子坏了呀 人家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死回上了 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 之前 那不是有这么虚雅吗 人家 不好意思 我看你是喜欢我的钱吧 怎么 哥哥不喜欢我呀 不想尝尝 我的自卫吗 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造诗牙 你是不知道 他私下玩的可化了 而且 我能比他更难舒服 真的 嗯 好 那你先记起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懂得还挺慌啊 哥哥 他在等什么呢 李正 你干嘛 李正 你干嘛 李正 你干嘛 你从我们来的 你从我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是 石雅 你怎么了 我 我的头 怎么这么晕了 哎呦 晕 晕就对了呀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在你的酒里啊 下了袋春药 你竟敢给我下药 你们赵氏集团 不会放过你的 赵氏集团 赵氏集团马上就收我的了 让人赵施亚 也马上就会变成我的母狗 而且 我还要多拍几张裸照 你这个金兽 你们几个 给我在外面耍 等我耍完了 我也让你们尝尝 赵氏集团大小姐的滋味 怎么样 好 哥几个 走着 快 哎呀 还都可以舒畅观照啊 能上这样的大美女 想想都兴奋 苏小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们这口送外卖 你真是阴魂不散 给我抓住他 回回来换我事 是不是 真当我没脾气是吧 你放了施亚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放了施亚 有什么事冲我来 冲你来是吧 你喜欢赵施亚是吧 想取他为妻 好 我满足你 我今天让你看看 他到底有多 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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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妈赶在脑子地盘闹事 你几个 你你你你你怎么来了 你胆肥了想上天呢 几个我错了 我我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走 走 你走得掉了 臭送外卖的 这里有你说话 是吧 怎么跟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说话呢 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 他怎么可能是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啊 看 别以为老子是给你面 如果不是李哥今天在这里 你算个球 别说这换包间了 你去死吧你 李哥 我们库鲁 送给警局 这 留给社会也是一种过 不行吧 几个 别别别别 我求你了 我我给你磕头 我求求你了 李哥 我保证他十年都出不来 别别别 走 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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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衍 李正 我好怕 别怕 已经没事了 热 好热 你怎么了 好热 施衍 他给你下药了 宋小姐 畜生 施衍 李正 嗨 别怕 都是 受得了 扉 冷静一点 是 血 穿 我 这是哪儿啊 我昨天晚上干什么 里面erei 不 别怕 走 受得了 板 哎呀 冷静一点 施杨 不会吧 有色 不过 他看起来真是挺帅的 施杨 施杨 你醒了 我不 施杨 没事吧 我没事 那你起来 让我看看 来 你这 好想 不应该啊 药销还没退 是啊 我看你还是神志不清啊 你又不是我干的 你打我干嘛 你真对不起 我刚才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要怎么补偿我呀 你居然没事就好了 你 哎 对了 你不是赵氏集团的总经理吗 苏强怎么敢对你下手 他不怕自己在精灵混不下去吗 我们赵氏集团资金出了问题 目前股东们正准备撤资 并且撤换我总经理的职务 你打算怎么办 走一步算一步吧 我爸爸把集团交到我手上 我不希望他败在我手上 别担心 说不定我可以帮你 你 李震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知道你有钱 但那点钱对于我们赵氏集团来说 不过就是杯水秋洗 怎么 你不信我 我们赵氏集团目前资金缺口是一个亿 只有精灵最顶尖的集团 才能给我们财务支援 这可说不定 你怎么知道我有多少钱呢 李震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要去公司 公司开股东大会 你不信我 好 我们打个赌吧 赌什么 就赌我帮你解决公司的问题 好啊 如果你能帮我解决公司的问题 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真的 真的 那我要你嫁给我 怎么 不愿意啊 等你做到再说吧 行 今天啊 无论如何都得让赵夏退位 太不像话了 你们看看 老米妮她最近亏了多少钱呢 我找就说女人不能成全 老董事长偏要将集团交给赵氏雅 以我看来啊 还不如让沈少来接管公司 他一定能带我们飞黄腾达 对 对 对 我们也这么认识 各位普通叔叔 太客气了 我沈天何德何能担任赵氏集团总经理一群 沈少 你就是太谦虚了 先不说 沈天的部分 仅随道理 沈氏集团 在咱们金陵地区 那也是最顶尖的财团之一啊 就是跟沈肖集团比 也是相差无几啊 我觉得啊 赵氏集团总经理的职位啊 有沈少计人 是最合适不过了 各位股东叔叔 我还没有离职 您就在这大肆讨论更换总经理事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进来的 你是什么人啊 谁让你进来的 你不知道这是赵氏集团内部的股东会吧 我啊 把他给弄回去 住手 我看谁敢动他 你这个是我带来的 赵氏雅啊 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会议 你带个外人进来的什么 谁说他是外人 他是我们公司 好了 也被废话了 是啊 我们是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 才让你认起总经理一致 然而公司在你的管理之下 已经损失了几亿 江叔叔 公司有亏损 我也不想的 但现在最主要的 不是去责备是谁的问题 而是应该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解决 怎么解决啊 目前公司至少需要一个亿的折断资金 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胡叔叔 请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是啊 你也别说我们为难你一个小姑娘 若是你拿不出一亿资金 我们就只拿扯子推幅 不行 江叔叔 胡叔叔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 想要我们不撤私也不是不行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主动退位让贤 有沈少女 并且和沈家联姻 我们就会撤私 这不可能 赵世衙 你还认不清目前的状况吗 如果我们集体撤私的话 赵世集团瞬间就会分分离析 老董事长创建的产业 将在你的手里毁于一旦 可是 世衙 目前只有沈家能帮助我 和你的沈少 喜欢你那么久 你嫁给他 一定会幸福他 世衙 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心意 只要你愿意加入 我不仅能让沈家出资 帮助赵氏集团渡个难关 甚至连蠢行李一直 继续让我们再见 赵世衙 你看沈少有多大度啊 他都已经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了 你还不知足吗 你们好像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不知道 我才是施衙的未婚夫吗 我们赵世集团内部的事 还轮不到你这个外人插嘴 你小子也听说话 若不是看在施衙的面子上 我扯就让人把你碰出去 总是有些人心里也没点数 怎么 赖羊毛想吃天鹅肉啊 够了 你们对我未婚夫放尊重一点 其次 我拒绝通营神经的要求 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 赵世衙 你这是真想让赵世集团救死破产啊 既然如此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退活 我现在就退活 我也退 我也退 要退就退 真以为公司 没了你们几个混吃等伙的家伙 赵世集团就开不下去了吗 真以为公司 没了你们几个混吃等伙的家伙 赵世集团就开不下去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筹划的份 是啊 这就是你的未婚夫 也太扛妄了吧 果然 这赖羊毛就是赖羊毛 口气还大得很哦 李珍 我现在已经够头疼了 你就别再添乱了 是啊 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说是他们都撤资了 就不是一个亿 而是五个亿 我去哪找那么多钱 有些人就是喜欢吹牛 别说五亿 我看连五百块拿出来都费劲吧 那如果我拿出来的 就凭你的废物 你也费 好 我们打个斗 如果要是能拿得出来 你们所有人都和施亚道歉 并且滚出赵世集团 抢得倒挺 你要是拿不出来呢 认识处处 那我们又欠赌约 如果你拿不出来 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里登逢任机 打一份活动过来 李珍 你冷静一点 这可不是一笔小琴啊 放心 我自己的小琴 那 来吧 把钱拿出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废物怎么能拿出五个亿 文静 给我准备五亿 我要注资赵世集团 大少爷 目前神肖集团账会上才没有五亿 啊 没有 啊 没有 这小子刚才不是很狂的吗 怎么连五个亿都拿不出来啊 是啊 若是这小子真拿不出来请了 他就准备进监狱 不行 李珍 是开玩笑的 你们千万别当真 谁跟着开玩笑啊 白纸黑的摆在这里呢 是啊 我刚刚说的条件依然有效 只要你答应讲给我 我不仅能出资天本赵世集团的资金空缺 甚至连这小子的狗命 我都能勉强调调你 文静 怎么回事 大少爷 您别生气 我们账户上虽然没有 但我们可以从别的账户上调动 五亿对于神肖集团来说 完全是九流一毛的小事情 吓死我了 那你快调动吧 调动需要一点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 好 我等你 你结束之后 直接来赵世集团吧 小子 前手提了吗 还是说 你下半面的想去采防线机呀 急什么 这么多的资金流动 不需要花时间吗 给我一个小时 给你一个小时又怎样 我是不相信 你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臭其唯一 李生 你实在是太冲动了 这么多钱 你一时去哪里去调动 你还是跟他们道个歉 我也会恳求他们 让他们高抬贵手 不要送你去警察局 是啊 给我一个小时 我一定做得到 你怎么这么固执 我不管你了 小子 一个小时到了 钱 再等等 王 把他给我抓起来 送到警察局 神肖集团 刘总裁到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神肖集团刘总裁 可是经理的大人 就连我想见他 都需要提前议议 这家伙 怎么可能打个电话 就把他叫来 刘总裁 大甲工林 赵氏集团 甭比胜非啊 你们是谁 赵氏集团总经理在哪 刘总裁 您好 我是赵氏集团的CEO 赵氏 请问您找我 赵大姐 这是我们神山集团 与赵氏集团的活动书 您只需要在上面签了字 武艺 将您拿打了 公司招 什么 神肖集团 要向赵氏集团 注资我文艺 我没有听错吧 真的 是真的 能与神肖集团热作 是我赵氏集团的荣幸 神肖集团 和赵氏集团合作 关你们什么事 你这个废话 怎么也冒出来了 还不赶紧闭嘴 刘总裁 不好意思啊 这个人不是我们赵氏集团的 我马上派人把他赶走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虚敢我们神肖集团 董事长 对 我就是神肖集团董事长的助理 什么 这个废物 是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 这个废物 是神肖集团董事长助理 你还敢对你少不进了 胡佳是吧 看来胡佳是不想在今年发展下去 胡佳总裁 我错了我错了 刚才我不知道他的身份 我现在就向他道歉 李少 我刚才是有眼不见泰山 冒犯了你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李少 您只是年轻有位 您大人有大量 应该不会和我们一般见识吧 刚刚你们一口一个废物的 他挺过瘾 误会 确定是误会 刚才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 误会什么呀 武艺我已经拿出来 你们也该履行赌约 向施雅道歉 然后撤资滚蛋了 李少 道歉没问题 这是撤资这事儿 你看 怎么 现在又不想撤资了 刚刚不是叫嚣得挺厉害吗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不想撤资也行 答应了你的条件 什么条件的 把这个家伙 踢出赵氏集团 而且把他给我赶出去 李正 你好大个口气啊 我可是省市集团继承人 一个小巧助理 敢这么丢 让你们董事长来还笑吗 李少 不太好吧 不好 那你们只能和他一起去 不该滚蛋了 沈天儿 不好意思 你被赵氏集团开除了 沈家的股份 我们会悉数对付 请你立刻离开 你开什么好笑 你敢这么对我 把这个外人赶出去 你们两个吃你 他把你动出来 快救我 我自己走 李深 你救出 我不会放 柳总裁 李少 实在对不住 对不住 现在是误会 我们也不便 过多打扰了 那就此 先走了 世元 世元 啊 你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真的是神肖集团的董事长周语吗 就如你所见 真的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帮助我 刚才的这种局面 真的是让我不直接做 我帮我自己老婆吗 你所当然 是不是 谁是你老婆 又没有结婚 不过 我真的很想 当面感谢一下 这位神肖集团的董事长 啊 你只是一个董事长助理 本不可能调动神肖集团 那么多的资金 你一定是求助的你董事长吧 我听说 这位神肖集团的董事长 非常低调和神秘 很少有人见过他 我倒是很想跟这位神秘的董事长见一面 当面感谢他 嗯 以后一定有机会的 李正 我说了 我愿意 与星赌约 你答应嫁给我了 太好了 庆祝得让我亲上 嘿 李正 你虽然过了我这一关 但是 你要去我 还得经过我父母回 哦 对 要这样吧 明天 是带你别人去见我客人 好啊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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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丫头 不是说楼下等我 我们电话有结呀 嗯 嗯 文静 现在立刻马上帮我查到施雅的位置 大少爷 是出了什么事情了吗 施雅出事了 怀疑她被绑架了 大少爷 您先别担心 我立刻安排下去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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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天 沈天 居然是你 你这是干嘛 还不赶紧把我放开 是啊 我吃了你那么凶 你歇过呢 你是怎么对我的 沈天 我可从来没说过我喜欢你 哈哈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你知道我为了你付出过赞养的代价 你知道我为了你做了多少事吗 你知道吗 实话告诉我 肖室集团之所以亏损都是我一手损 是你干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本以为我这么做你能跟我结婚 没想到他妈的半路杀出来个李震的一个王八蛋 毁了我的好事 你真的疯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 去他妈的犯罪 没错 我失奉了 啊 只要能得到你 不惜一切代价 是要 从落 啊 不是啊 你是不送过你的 李震 他不过就是个臭助理 你真以为他能拿我怎样 债上说 他马上就得死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已经让他一个人赶到过来 到了这儿 就是他的掌身之定 不要 李震跟这事没关系 我求求你 我要伤害他 我求求你 好 关系 超时雅 你竟然能为了一个男人下轨 你是真他妈的贱 但是还不够 来 伺候我 啊 我伺候舒服了 我还能考虑饶他一点口 啊 不要 他可有他 不要 李震 住手 李震 啊 行了李震 你还真哪一个人啊 沈天 放了石雅 有什么事出我来 你他妈算了什么东西 来人 给我往死里拿 啊 啊 你 啊 小子 这就是跟我做罪的下场 听见了吧 啊 啊 啊 放了石雅 啊 你怎么还挺硬 你大 啊 啊 啊 没事 没事 他就是你未婚夫是吧 好 那我就当着他那面上 我看你这个烂火到时候他会有灰药 你叫我 那叫他越大我越小 啊 啊 沈天 你个王八蛋 你他妈敢打我李哥 李哥没事吧 你妈是哪根葱呢 我告诉我 我可是沈氏集团继承人沈家大哨 你们动我都得死 你们动我都得死 啊 啊 你 你在喊召施眼啊 我杀了你 啊 啊 你敢动我 沈氏集团不会疯 沈氏集团是吧 我便让你看看 你引以为傲的靠山 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文静 停止沈氏集团的资金 我要让沈氏集团破产 大少爷 沈氏集团是经您数一数二的财团 想要符合他们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不管用什么方法 沈氏集团做不到的 都有李家的力量 大少爷 我知道你家出手 沈氏集团不堪一击 收集他绑架的罪证 交给警察 我要让他一辈子 在监狱里渡过 好的李哥 走 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想今天要见你的父母 有点紧张 你还会紧张啊 我爸妈很好说话的 走吧 走 这是李先生吧 家属等候您多时了 请跟我来 嗯 爸 李震来了 赵叔叔好 李震 我就不管什么叫了 施雅 可是我的心头肉 你若是想娶她 就必须担忧我的条件 叔叔您说吧 都有什么条件 入罪尽我招讲 入罪 没错 就是入罪 我听说 你是沈小集团董事长的助理 但也担心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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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你 我只是个助理 你一年赚的工资 还不够我赵家的领导 你若是想娶施雅 就必须入罪我赵家 成为我赵家的上门女婿 叔叔啊 这个我做不到啊 怎么 你不喜欢施雅 不想娶她 我真的非常喜欢施雅 而且我很想娶她为妻的 那你为什么要拒绝 你难道认为 以你那点微薄的工资 能让施雅幸福 叔叔 我不知道 您说的幸福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照顾好她的 相信我 你倒是很有骨气 那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 第一 你现在答应入罪 乖乖做我赵家的上门女婿 你还能继续上班 这一点我并不干预 您说第二点吧 第二 你现在离开施雅 我会给你一笔钱 一笔足够你下半辈子都不愁的钱 怎么样你心动了吗 这一点我拒绝 怎么你不心动 我与施雅的感情是不能被金钱损衡掉 那第三个条件 就是你要放弃现在的一切资产事业 才能取施雅 你答不答应 怎么不说话了 舍不得 如果您愿意将她嫁给我的话 我答应 这你都答应了 我是真心喜欢施雅 即使我失去了一切 但是我仍然可以靠我自己的努力 让她得到信 哈哈哈哈哈哈 无愧是李天昌的儿子 像你老子一样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 爸爸 他只是在考验你 并不是真的想让你放弃这一切 考验 考验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施雅 现在我很满意 谢谢叔叔 那必须 我李清桑的儿子又怎会唱呢 文静 你怎么来了 还有这位师 大少爷 大少爷 这位就是李家家主 也就是您的父亲 大少爷 爸 好儿子 这些年可苦了你了 好了老李 老李 也一直抱着我女婿了 你看我女儿都吃醋了 爸 哈哈哈哈 哎呀这好日子都撞在一起了 那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啊就把婚礼给办了吧 好 是啊 我送你一个东西 什么 沙漠之意 是啊 走我们结婚去 好 好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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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